什么样的人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如果从张大夫自己的角度 自己专业的角度来讲 我告诉大家 血压控制好的人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相关的医学研究显示 长期的高血压或者说控制不好的血压 的确增加老年痴呆 尤其是二次海默病的发生 这是有很多医学研究现在都显示出来的 比如说世界上有一个大型的高血压领域的研究 叫Sprunt研究 Sprunt研究有一个著名的子研究 子项目叫做Sprunt-My的研究 他就提示良好的血压控制 可以降低老年痴呆 二次海默病的发生几率 而血压控制不好 就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生几率 实质上更多的医学研究显示 高压高 高压越高 老年痴呆发生几率越高 而低压 随着低压的降低 老年痴呆发生几率会得到改善 但是它有一个点 你随着这个点 它是个U型曲线 到了这个点 你再接着降 这个老年痴呆发生几率不但不降 而且反升 所以说它是一个U型曲线 这就是指导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降血压当中 要控制高压同时低压不能降太低 这个节点一般来说很多研究显示是70毫米公柱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低压控制太低 低于70甚至低于60 相对来说对身体不好 实质上我们现实当中 好多老年人的血压还真这样 高压高低压低麦压差大 比如说高压180低压70麦压差110毫米公柱 对于这些人降压的同时 注意别把低压降得太低 避免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 避免太低的这种舒张压 因为它除了影响心脏的关注 有的时候还有可能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生几率 希望今天张大夫对于老年痴呆和高血压的解读 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 尤其是那些现在中青年高血压患者 咱这个血压得控制 高血压除了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导致心脑肾的损伤 还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生几率 为了上岁数 少发生不发生老年痴呆 建议广大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和老年朋友们 老年高血压患者一定要控制好自己血压 因为血压控制的好 老年痴呆发生的几率也可以有助于降低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帮到手机前面的朋友们 如果大家觉得好 可以点关注点收藏 也可以转发给身边有类似问题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大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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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